你是离的是啥家 我是离异的 那你家嫂子呢 去世了 过世了 走几年了 我看我女儿二十二 九九年二十二了吧 你家孩子小 五岁她就走了 哎呦我的天 这么多年了 十三年 那你一直就是自己 留孩子过世了 在这个中途没找吗 找个江湖没往家里引过 我一瞅着江湖太险恶 不干 不找 他说这个对 现在人说实话 是 确实是 那头一天 朋友引见见完面了 一路床过你名字 车过你名字 我说你把我的装骨和盒子得 那你也把我找我女儿 对那可不咋的 是很现实 一提说话烦我 我认知 是 咱说你别说半的路 就从小的 你不那样的 也不能说 那啥子 你天天这种 我找我 那谁也说得了 不干 咱是过世了 你这不是什么 找花瓶子 我好疯的活 对对对 就是说别的女人什么钱 怎么能我提了吗 我说我没说吧 对不对 我我就是找第二男 我不会说就是提前 或者什么的 条件不好 我也不可能看 还上来就说提前 什么这个那 怎么的 我还没能说 你就是把话 把嘴就是把话给封锁 对于黄大哥说自己反感 女人物质这事 王大姐心里不是很得劲 倒不是自己想要点啥 而是这样提前把话堵住的做法 让她心里不太舒服 但王姐也表示 或许是自己想多了 黄大哥是啥性格 那还得接着往下再了解了解